你今天还是住店呀 准备好四间房 好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该不是黑店吧 常听说书的人说 沙漠多黑店 我前两个住的也是黑店 这位客官 您可真会说笑 这小店离西楚州 不过数十里 可不敢开黑店 只不过呀 最近听闻这西楚州 要剿匪 怕这城里有杀匪的眼线 传出消息去 所以呀 只准进不准出 这小店啊 生意才不如从前了 那就要三间房吧 行 这丫头还怕 我和你一间 保护你 想和我同间房 除非你变成女人 不过你这辈子啊 当然是当不成了 最多 做个太监吧 这丫头你心情不好 嘴就这么损啊 四间房 好嘞 对了 顺便让人 把你们店里 常备的药带过来 我们有个千金小姐 受伤了 好嘞 几位请跟我来 来 几位客官 这店里的药啊 全在这里了 没你试了 下去吧 好嘞 这儿还行 别担心 柳姑娘可真是情深义重啊 撑着一双病腿来找长青 沙漠里环渐恶劣啊 随时可能因为感染多重疾病而病发死 柳姑娘 你可知道这些 我也略同医术 我知道 好一位痴情女子 这儿还要避免 冬方师 治个病你说这么多废话干吗 你能不能治 能 但是我得先配药啊 你们两个在这里做什么 没你们的事出去啊 免得我配药治病的时候分心 你就不怕我趁机逃走 不会的 有柳姑娘在这里 长青是不会跑的 如果长青不跑 猪丫头你可会跑 如果我治好柳姑娘的病之后 不见二位 可不能保证 我会对柳姑娘做些什么 你放心吧 我就在客栅里哪儿也不去 请东方公子 好好替她医治 你才放心吧 天底下没有我东方神医治不好的病 请 算你们识相 小二 客官 哪 你在这个房间门口守着 要是有人出来 你就大叫 说是我让你在这门口候着她 问她有什么需要 好 放开我 你跟刘青雾到底怎么回事 是什么原因让唐唐东平郡王对她如此温柔体贴无味不知 没说清楚 你别想抱我 你别想抱我 不计 我早就像这么一只抱着你啊 都快想疯了 我们不要敞开花蜆 不计划 一直到我来之前 失守了皇上的秘历 要我来调查毕洛天遗事 而这毕洛天的事情 和明月山中有着千丝万人的联系 刘青雾又是一个突破口 我只能找她合作 就是合作而已 那她为什么对你态度这么亲密 真的只是合作 我真是没想到 她对我有别的情感 甚至愿意费着一条胳膊来救了 她为我身受重伤 我不能置之不理啊 所以你就对她有了私情 不棋 你相信我 我没有 没有 你刚刚省略了很多细节吧 有情无重伤之后呢 你们是不是一起滚进一个山洞里 你还看了她的身子 还摸了她 当时 情况紧急 我必须帮她处理伤口 为什么要帮她处理 为什么不让她就这么死了算了 你难道不知道她是杀我九叔的凶手 你明知道我有多恨她 你还要跟她合作 我看她亲密地喊你掌亲的时候 我真的杀了她 不棋 这一切都是她的一向情愿 我没有对她都过亲 好 那你别理她了 现在就带我走 东方氏还不知道你的身份 一时找不到你的 不行 不行 她现在身受重伤 我不能让她一个人躲在客船里 你还是舍不得丢下她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是明月山庄的人 你难道不怕她当初救你 受伤都是骨肉计吗 她身表明月的眼线 难道你看不出来 如果在山洞里 我没有救她 她就已经死了 这怎么可能是苦肉计 你跟她之前到底发生过什么 让你这么相信她 我这一路走来 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 当时她杀你九叔 我 也只是奉鸣行事 你正正地承认 其实是刘明月 你再说一遍 我现在就去杀了她 不进 你怎么不躲呀 以你的功夫 要躲开我不是很容易的吗 面对你 我躲不了 不切 等毕落天的事情结束之后 我们就一起归影山林 做一对闲云夜河 逍遥自在 不问樊城俗事 可好 谁要跟你归影山林啊 祝父的倩银还没还清呢 我帮你还 到时候不仅要做贤云夜河 还要儿女双全 每日归家时 你们都在门口等我 有儿有女 你就当不成贤云夜河了 他们每天吵你 还不够你赞的 你怎么知道 我也有想过 我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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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公子 你是 下去 亲屋没事吧 长轻啊 猪丫头呢 朱姑娘在房间休息 我担心轻无 所以前来看看 柳姑娘状况不太好 她身上多处受感染 虽然我已经控制住她的伤势 但不知道何时会再复发 今晚 恐怕得有人守着她才先 只要挨过今晚便能痊愈 如今也只能是我来守着她 若有问题随时喊我 好